當你很集中看這些電子產品的時候 你很自然會斬少了眼睛 斬少了眼睛就會覺得有眼乾的情況出現 慢慢你會覺得好像有異物的感覺 嚇意的感覺 再嚴重一點 可能你開始覺得看東西會萌萌的 或者有些重影 嚴重的話就好像皮膚爆炸一樣 其實角膜也是會爆炸的 很自然你就會很不舒服 就是眼睛 反而會經常飆眼睛 因為它損了 另外就是因為角膜變得不太平滑的時候 你就會看事物的時候就會越來越不清晰 嚴重的時候 如果有細菌的感染 可能會導致角膜股羊 或者角膜的表皮會損了 都有這樣的機會 肌頭族的朋友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最簡單就是休息 當你看到大概20分鐘的電子產品之後 望遠的事物大概20尺左右 望遠的事物大概20尺左右 望遠的事物大概20秒 這個就是我們20、20、20的規定 可以考慮這樣休息 或者閉目養神也可以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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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點球 那麼快 我們去看